歷任的台北市長 一個好的成功的市長 他對於他這個都市都有一個想像 就是我的施政重點 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 好 你剛剛傑明提到內湖要蓋輕軌 第一 瑞光路只有兩線道 它適不適合 這是一個很專業的問題 需要去評估 再來假設我們這些問題都克服了 你蓋輕軌的目的是鼓勵大家 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 到內湖這個地方來上班 對不對 如果說這是你的想法 我在我四年市長任內 鼓勵大家多用大眾運輸工具 盡量少開車 少騎車 可是你要取消悠遊卡打折 你要漲捷運 漲公車的費率 你這不是背道而馳嗎 你不是自相矛盾嗎 你一方面鼓勵大家搭捷運 一方面說捷運20年沒漲 其實這兩個政策你分開來看都沒有錯 但是你把他鬥在一起看 就覺得矛盾 這就是柯P的問題 他的施政到目前為止 這十五個月來 他最欠缺的就是站在一個 制高點做整體性的規劃 柯P你要當市長 你不能當局長 是 世界那校地改成住宅地 又是怎麼回事 有通過你議會嗎 他完全沒有跟議會做任何報告 我覺得最難過的是 他佔盡全國醫師 白色力量的便宜 大家都認為他是一位好的醫師 可是人家別的醫師 沒有這麼糟糕